第三十课 上主在我所看到的万物内 因为上主在我心里 承接第二十九课 并且讲出了上主 为什么在我所看到的万物之内 因为上主就在我的心中 这个世界不是发生在外面 没有所谓的内外之分 我们所说的外 是眼睛朝外看 眼睛朝向的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外 我们以为世界发生在外面 其实这个世界发生在里面 发生在我们心里 是我们这个星石本体 在对外投射 是我们的星石 我们的这个意识 不要以为这个星是我们的心脏 是mind 是我们的mind 在对外投射形成的像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切 发生在我心里的时候 也就是我得到了会见的跳板 终于有缘一睹 前所未见的庐山真面目 这个庐山真面目啊 就是自己这颗心的真面目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呢 是今天的重中之重 他首先说 我们在练习一种新的投射方式 那我们原来的投射方式 是怎么样的呢 他第二句讲了 我们不再为了排除自己厌恶之物 而将它推到外面了 这就是我们原来 惯常使用的投射方式 自然而然的 自动化的 就这么干 无名当中的压抑和排斥 不想要 朝外甩 朝向上甩 否认它 否定它 把自己原版的自信 切割开 朝外甩 尤其是世间定义的 或者道德之类的 这些框架 给我们下的定义 那么朝外甩的都是什么 朝外甩的都是 负面的部分 坏的 不好的 凶残的 等等等等 全部甩到向上 这就为什么我们会乱七八糟的看到这些东西 我们自己想做一个好人 但向上总有坏人 为什么 我们不知道好跟坏 只不过是 定义之下的一个分别 我们不知道好跟坏本来只是一体 我们硬要当中杠一个杠筋在那 拿那个信念系统往那一杠 杠了之后 分成两半 然后呢 用一部分来界定自己 这是我是这样的 我是好的 还有不好的部分 我就不要了 不要了怎么办 对外投射 所以我们向上会看到那些不好的 所谓不好的东西 但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它有什么用呢 第三句说了 反之我们试着透过世界而看出隐藏在自己心里的东西 我们想要看见的一切都在那 就外面所谓的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不好的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我不肯接纳的部分 我不肯承认的部分 我不肯收回的部分 我一定要把它甩出去 那个绝对不是我 我是一个白天鹅 黑天鹅一定要甩出去 这个第三句呢 我们之前讲 潜意识好像没有办法探知的 对吧 这意识部分 表意识根本就跟它就是失联的 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看镜子 看外面这个像 这世界发生在我心里 我一看这个世界 我就知道我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尤其是我们起反应的部分 起反应的部分 就知道有杠精在那 杠精是谁 杠精就是信念系统 人生剧本 夜货种子 杠精杠在那 一分为二 好的我留下 要的我留下 不好的甩出去 就是这个机制 然后第四句 重中之重 这表示我们不再排斥自己所见之物 而愿意与它结合 当我们看到了这个 只不过是隐藏在自己心里 被压抑被排斥的这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不再压抑排斥它了 我们还不接纳它的话 它又对外投射了 那个机制自动的就是这样 那我们怎么办 今天此时此刻 我把它收回 第四句讲的是什么 是收回投射 我们这一次 不再排斥了 而是与它结合了 我们把自己的分身 拿回来了 圆满自己的法性 第四句是这个意思 然后第五句它说了 这个就是慧眼 慧见与肉眼 最根本的差别 所以这一整段 在讲什么 这一整段 就是在说 如果我们用肉眼看 就是我们平时看到这个像 对吧 我们是这样去解释 这样去理解 这样来 在强化自己的信念系统的 这个叫肉眼的看 对吧 那慧见进来的话 我们会怎么看 我们会看到 哦 原来我看到的 不是这么一个故事 我看到的是自己的投射 我看到的是自己的解读 对吧 这是第二层 第三层叫做什么 我既然看到投射了 那我就不要再把它甩出去了 把自己千刀万剐了 往外甩 对吧 分身甩的这个大千 整个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全都是我这么甩出去的 我真能甩 真是甩锅王 看到之后呢 不再甩了 往里收 收回投射 这个是慧见和肉眼的差别 慧见是有这个能力说 我看到的是自己的投射 并且我能够收回自己的投射 好 所以我们这个第二段 归根结底 说了三样东西 第一样 叫肉眼的看 第二样慧见进来了 重新看待了 叫做看到自己的投射 第三句叫做收回投射 所以这个三句啊 听好了 一一对应 我现在说三句话 第一句话叫做 看山是山 第二句话叫 看山不是山 第三句话叫 看山还是山 大家结合起来 参悟 肉眼第一次看 看待这个像 叫看山是山 肉眼从来都是这么看的 看到这个 按照自己的经验去解读 强化自己的信念系统 对吧 第二句 看山不是山 慧见进来了 哦 我看到的不是山 我看到的是我的投射 第三句话 收回投射了 这个时候怎么样 看山还是山 这个山已经跟第一个山已经不一样了 好 大家这个 找找感觉 我们插一个题外画进来啊 大家是不是听说过布袋和尚 可能很多很多人都听说过的 就是身上拿一个杆子挑一个带子的一个和尚 肚子特别特别的大 大度能容 他是弥勒佛的一个化身 他那个袋子挺有意思的 他呢 逢人就乞讨 看到东西他就乞 什么都要 然后人就给他 给他之后呢 他就往这袋子里塞 然后很有意思是啊 他这个袋子是塞不满的 然后呢 他这东西是倒不出来的 然后呢 你看他的这个袋子是空的 有这三个特点 让我们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他这个 他这个布袋和尚 对吧 老和尚他经常说老那老那 老那什么意思 他老也往里头接纳的 他不是朝外甩的 他不是大贪心啊 不是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贪心鬼啊 他往那个 他那个袋子东西倒不出来 也不是说他是个吝啬鬼 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喻 一个隐喻 隐喻就是说 向上看到的一切 都没有朝外的甩的 没有无名中排斥 压抑的部分朝外甩的 全部都是收回来的 看到的投射 全部都是收回来的 甭管他什么 见什么收什么 时时刻刻分分秒秒 向上看到的只是分裂 于是把这个分裂 把这个分身全部收回来 所以他的这个 见什么都起 就是一个甭管什么 我都往里头收 见色见心往里收 他的这个倒不出来 就收了他就圆满了 怎么可能倒出来 对吧 然后你看他带的是空的 这是什么 就是无形无相的 这个在心法层次的工作 他里头就是空的 本性就是空的 根本什么都倒不出来 根本什么也看不到 你再看他带子还是空的 就是这个道理 大家结合起来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格格的练习 今天的这个练习 共识性非常的好 他的全然允许练习 也进入了收回投射的第一天 也在讲收回投射 然后我们首先看第一句 第一句他也是在解释投射 当然他不是用这种那么刻板的一个定义 他用的是一个比较生动的比喻 无所适从的 什么感什么感 逮着什么就扑向什么 逮着谁就看谁不闯 到处附体 然后讲到这个附体 我们稍微展开一点点 我们老觉得附体是我们被一个什么东西附了 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比如说鬼啊什么的 啊脏东西 那大家想过吗 什么叫附体 附体到底是谁附谁啊 鬼啊 名相 一个鬼让人恐惧的东西 完了呢 我以为是这么一个东西在附我 其实不是的 谁附谁 是我附他 知道吗 我拿我自己的恐惧的这种能量 非常非常恐惧的这种能量 怕鬼的这种能量 加持到 扑向 知道吧 逮着什么就扑向什么 就把这股能量啊 加持到那个所谓的鬼上面 鬼这个名相上 知道吧 于是 感觉就是我被鬼附体了 其实呢 是我拿能量负了他 我赋予他伤害我的能力 懂了没有 这个叫附体 啊 稍微展开这一点点 否则这句话看上读起来很怪的啊 读起来很容易着想的 什么玄玄乎乎神圣叨叨的东西又上来了 没什么 没有什么 啊 还是缘起性空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能够消化自己的恐惧 我就能不把这种恐惧加住到鬼身上 啊 鬼就不会附到我身上 知道吧 根本就一切都是我 我不是受害者啊 我们一再的说 我不是受害者 我是始作俑者 我们看到这个第二段 他说 然而对待这个感受 靠压抑没用 靠对外投射更没用 啊 首先我们看到 他说了 对待这个感受 啊 这里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 大家一定要清楚 感受是投射源 不要因为我脑子想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可以投射了 脑子里想的东西呢 有的可以投射 有的投不了射 啊 潜意识说了算 表意识拔河 跟潜意识拔 拔不过他的 所以最终 我们的感受是那个投射源 不是我们脑子里所想的 是是是投射源 啊 然后这里谈到了 压抑也没用 对外投射更没用 那么怎么办 我们只有在内心的层面 啊 在起心动念上 去接纳和允许 有这个时候 他就打破了投射的机制 对吧 你允许了 他就投不出去了 啊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东西 无罪释放了 他就OK了 我们还定罪吧 一定罪 他又投射出去了 所以全然允许是什么 是全部无罪释放了 根本就是 奇迹目光 就是一个无罪的目光 罪是哪来的 罪是跟着定义来的 跟着信念来的 跟着框架来的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可以变的 就如同 啊 在北美可能比较明显 因为中国大陆都是 法治 这个这个这个法律都一样的 对吧 这个有罪 你到哪个省都有罪 但是在北美就不一样 加拿大和美国 对吧 你可能在这个省有罪 不一定在那个省有罪 在美国也是 在这个州有罪 不一定在那个州有罪 所以这些东西全是活的 它是可以变的 啊 我们不是说要在形式上 啊 钻法律的空子 或者说要 啊 要违法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在心念上 把这些 有罪定罪的这些东西 全部 无罪释放 是这样的一个操作过程 然后他练习快结束的地方 提了一个问题 挺有意思的 他说 请大家问自己啊 我愿意幸福 还是正确 世间人呢 基本上口口声声 都是说自己追求幸福的 而且追求幸福本身 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但是 我们真的在追求幸福吗 啊 大家可以觉察一下 我们通常追求的不是幸福 我们追求的是 第一种 我正确 我现在有一个 这样的定义 我有个这样的期待 你只要不符合我期待的 我都不幸福 所以我们要的是正确 我们要的不是幸福 第二种 我们要的是比别人幸福 我这什么叫幸福感 什么叫幸福啊 没有对比就 对吧 没有伤害啊 没有 没有一个不够幸福的东西在那 咱们显得我比人家幸福呢 咱们显得我是幸福的呢 所以我们追求的不是幸福 我们追求的是比别人幸福 我们通常都掉进这两个坑里了 但是大家 转念啊 再来重新看待 我们掉到这两个东西里面 是掉到什么里面 第一个说叫正确 对吧 我要正确 正确是什么 二元对立 正确跟错误 二元对立 我掉进二元的这个坑子里了 第二个叫什么 叫比别人幸福 二元对立 有相对的幸福和相对的不幸福 对吧 还是二元对立 所以我们掉来掉去都掉在小我的坑里 哪一天我们不掉进小我的坑里 我真的幸福了 好吧 今天暂时分享到这儿 谢谢 我现在尝试来回应这个问题啊 为什么越清静的人越容易被投射 清静的人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骨子里面 虽然人跟人 走来走去 对吧 都是分开的 我们骨子里面 我们不觉得跟他们是分开的 虽然我们这些小我 通常都局限在这一具 自己的这具身体上面 但是至亲 我们骨子里不是这么认为的 大家来看一看这世间是怎么说的 比如说 我的配偶叫做什么 叫做我的另一半 我去咱俩合在一起才是一个缘啊 那少了那一半就 就不圆满了 感情这 我跟我的配偶在一起 那才叫一题呢 分开了就是半题 就这样的 然后呢 我的孩子是什么 我的孩子 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我的父母 我是我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怎么样 从我们世间的这个表达上面 我们已经知道了 骨子里 我们不认为我们跟他们是分开的 正因为 我不认为 我们是完全分开的个体 所以我老要拿我这一套强加给他们 我是这样对自己的 我就要这样对你们 那你说不往他们身上投射 往谁身上投射 对吧 咱们叫什么 叫亲情 叫爱情难以割舍 为什么叫割舍 我的天 如果咱们真的认定是分开的 那只要松手就可以了 就分开了 要拿刀子割干嘛 这是第一层 第二个是因为 理论上讲越亲近的人 共处的时间越长 其实这项呢 就是跟着屏幕在按 这个24小时 按时间播放似的 我们要看到 向上如果要反复提醒我同一个功课的话 他就要让我去跟不同的人 也就是让我在人际关系当中不停地发生碰撞 那我们跟谁不停地发生碰撞的时间最长 无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父母 跟谁相处时间长 就投射在谁身上 无独有偶 如果说我的配偶正好出差了 我没法在他身上投射了 没法互动了 没有办法在关系的碰撞当中 去看到自己的功课了 那我怎么办 往其他人身上投射呗 谁跟我相处时间长 我就往谁身上投射 对吧 所以说 有的 叫什么 叫 出差 半年之后 回来 好像关系缓和了一点 不知道哪缓和了一点 但是两个礼拜之后 也别两个礼拜了 估计三天到一周吧 又不太好了 老样子又来了 然后出差那个人呢 也是的 本来出差在外 哎呀 总算输了一口气 结果呢 那项目做的呀 三个月 六个月 九个月 跟同事投射都不行了 回来的时候 好过了 好过没几天呢 又投射到另一半身上去了 又开始不好过了 我们在向上投射 我们不讲桌子椅子这些东西 基本上 我们所有的功课 就所有我们要看到的一切 都是在人际关系上面 体现出来的 那既然在人际关系上体现 既然在人际关系 这种镜子上 不停地来反射 我内在的功课的话 那么 基本上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两点 第一个 就是最清净的人 第二个 就是 共处时间最长的人 那往往呢 共处时间最长的 就是最清净的人 所以我们翻来翻去 就是这些人 组织的 我来帮助